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团旗下高端执品牌好程序员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系列之SPA Call 我是主讲人之歌 那今天呢我们讲学习的支点呢有如下四个 分别是Transformation算子的Map和Filter还有FightMap还有Simple 那么如果大家对视频中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赢的勾结 群号是241617568 那里边呢有海量的视频分享给大家 也有老师为大家进行解答 那开始我们的正式讯 好同学们上一节课呢 咱们已经将当前的Map算子呢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这节课呢我们主要介绍Filter算子啊 那Filter呢顾名思义过滤啊过滤 那在这啊他呢可以通过对RDD的这个计算啊 那么当这个得到的啊这么说吧 当这个判断的结果为True时啊 那么会啊这个True啊True True时啊那会将结果啊结果存入啊 这个会将结果存入啊存入新的RDD啊 接着他也会返回啊 他相当于一个过滤关系啊 咱们呢需要传入一个布尔类型的一个函数 记住啊他的那个参数啊需要传入一个 接着啊参数啊参数 需要是一个布尔类型作为返回值的函数 所以在这里大家需要注意啊 所以此时呢在里假如说啊 我想将这里大于10的数据取出来啊 大于10的数据取出来 那就是说在里将RDD从大于啊 从大于10的数据获取啊 这个将大于10的数据进行获取 所以此时呢在里咱们可以怎么办呢 在里咱们可以这么来做啊 也就是说当前RDD2是咱们新得到那RDD吧 对吧 然后下号线如果大于10 里边的每个元素大于10 那此时的记录 它就会返回一个全新的结果了 在里咱们可以返回一个全新的RDD啊 返回一个全新的 那咱们叫RDD3 然后此时在里我们可以对当前结果进行个打印 Print 在里我们就给RDD3.Connect 点当前TrueBuff 点四就行 此时在里我们做执行 等待跑出结果啊 咱们可以来看一下 好 我们向上翻啊 那在里啊 这个呢 就是所有大于10的结果 看到这了吗 这 这都是大于10的结果嘛 对吧 这都大于10的结果 12 14 16 18 20 是不是就过滤了 对吧 那它是一个过滤方式啊 上面的结果在这了 这不是上面那个MIF结果吗 对吧 所以在里啊 这是一个过滤方式 这是一个大于10的结果 在这里啊 那么这个位置呢 咱们每次打印的时候呢 都会有一些日志输出 很麻烦啊 很麻烦 那在这里啊 这个下节课呢 时候呢 我会分享一个日志的一个处理文件给大家 那它呢 可以将当前那个日志呢 处理掉 不用打印 那我们直接打印出结果呢 会让我们更加明显啊 那OK 那这节的filter 我们也就讲完了 那这节课呢 那这节课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